男子大脑被邪恶科学家移植到恐龙体内 举起镜子一看被镜中了自己吓傻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喜剧片《百变猪罗记》 故事发生在米国的一个边陲小镇 男主角麦克爱上了小花女神泰米 然而泰米却不敢接受她的求爱 因为前男友笑把比利一直缠着她不放 这天比利又过来找茬 现在麦克自然不能在女神前面输了场子 大众脸硬上 比利不愧是混子出身 各种龙抓手偷鸡 麦克也毫不退让 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拯救了两人的蛋蛋 另一边邪恶科学家研发了一款机械口龙 但是他嫌弃口龙过于智障 发誓要为口龙赋予自由 晚上泰米在家寂寞难耐 打电话让麦克过去心理辅导 麦克迅速赶往泰米家 没想到却被比利的眼线发现 就在两人心理治疗的时候 比利却闯了进来 麦克跳窗逃跑 比利带着混子们抓住麦克 还将他送进了野生动物园 麦克被动物园里的狮子咬伤 好在森林警察及时出现 救下了麦克 麦克被送进医院 泰米和好友小黑过来探望 这时邪恶科学家和手下大波妹 却假扮医生来了 医院两人伪造出麦克已经死亡的假象 将麦克的身体偷偷运回了实验室 邪恶科学家给麦克做了开颅手术 将他的大脑移植到了恐龙体内 很快恐龙麦克便有了意识 披萨小哥过来送完麦 却被眼前的恐龙吓尿 麦克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一旁 二伙科学家还在给他缝针 一气之下送二伙科学家领了喝饭 麦克来到自己的身体前 用小爪扎抚摸自己俊美的外表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 于是拿来镜子一看 我的妈呀 这是穿越回猪罗季了吗 眼前自己被人变成恐龙 麦克彻底狂暴了 一脚僵尸人士保安 碾成了肉饼 之后麦克又用他的小爪扎 给泰米打去电话 不过泰米留言说 他去了镇上的海天深宴 麦克只好赶去party 刚过来就撞进比利和野魔车阵 麦克也没客气 一口将比利分尸 报了之前的扯淡之仇 在party上麦克还碰见朋友小黑 友好的给他胆来胆灰 不过却始终没有看见泰米 第二天麦克又来到泰米家中 还将他掳去了仓库 麦克用他的小爪爪 温柔地捋起泰米的秀发 把泰米给吓个半死 接着两人被玩起了字迷游戏 麦克一番比划 泰米这才明白 眼前这只恐龙竟然就是麦克 泰米回家后将这个消息告知小黑 小黑这才明白 为啥party上恐龙对他那么客气 之后麦克的叔叔为他举行了葬礼 听着酒鬼叔叔动情的演讲 麦克感动得一塌糊涂 泰米打算取回麦克身体 然而他打开棺木后却发现 身体早已腐烂 这时邪恶科学家和大波妹也找了过来 两个汉包想让泰米要挟麦克 却被泰米轻松反杀 泰米打算带着麦克去寻找新的身体 他和小黑来到镇上的停尸房 两人给麦克找了很多具身体 但没有一具能让麦克满意 就在几人挑选身体的时候 警察赶了过来 泰米赶紧带着麦克跑路 一行人驶进小路 麦克被大叔挂在半路上 警察赶到现场 但是麦克早已载着泰米离开 之后小黑偷偷跑来仓库 给泰米送食物 不料却被警察老爹跟踪 很快警方就包围了仓库 泰米和小黑只好举白鸡投降 泰米向警察解释 恐龙其实是自己的男友麦克 然而警察却不相信 就在警方准备开火的时候 邪恶科学家又赶了过来 他指着眼前的恐龙 说这是他研究的机械恐龙 属于他的私人宠物 然而下秒麦克就送邪恶科学家领了盒饭 警察见麦克如此狂暴 举枪射杀了麦克 泰米抱着麦克的尸体 哭得那叫一个死心裂肺 不过嘛 这还不是完结 很快泰米又变回了开心的美妞 原来他将麦克的大脑给带了回来 还将大脑连上了摄像机 这样两人就可以通过摄像头互动了 泰米给麦克献上一支镜舞 直接让他体验了一把炉内高潮的滋味 这爆米花真香 这部1994年的科幻喜剧片 虽然是一部B级片 但男主演竟然是后来的大神保罗沃克 结尾摄像机的设计 可谓是神来之笔 摄像机的视角同时也暗示着荧幕前的观众 那么问题来了 看着女神戴尼斯里查兹的小热舞 你高高高高高了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